上星期 易华穆斯继续分享 修补时间的遗憾信息 问题是 易华穆斯 我们的位置 对比埃及的一群人 就如十亿对比一毫子的分别 两只的价值相差那么远 但是 我们也不过是 惶惶众生的一缘 甚至 当再对比主耶稣 他在神面前的价值是如此高 他所要完成的 是牺牲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 弟兄姊妹其实做了什么 令我们在今生中 能够赚取到一个如此无语伦比 甚至 神不惜以星图方式 来引证我们的阶段 答案是 其实整个进程 不是由我们这一代开始 而是由主耶稣开始 这个阿利夫塔的计划 并且 需要超过二千年 到现在才能够完成 这个就是为什么 汇莫用二千爪来预言 就是必须经历这个过程 才能够进入智性所 所以 于旧约时代 无人能够伟大得过 施洗约翰 但是施洗约翰于天国时代 却只是众人里面最少的一位 并且 主耶稣也是以天国比喻 去描述这个时代 无花果树法王开花 就知道日子近了 而无花果树被栽植 到法王开花的时间 就是历时二千年 制造辛苦的程序 原因 我们要经历二千年的时间 才会诞生一批人 可以于一生中 消化新旧药的启示 这个也解释到 为什么启示六十二章 婦人及其他儿女 纵使他们是较早出生 年代较久远 但是他们也无法完成这个过程 唯有最后出生的小孩子 却是于一出生就完成这个过程而被提 所以我们要领过去二千年的情 成为我们成长的元素 这个星期 日华牧师将会继续分享 修补时间的遗憾信息